特利亞內戰持續 中部城市霍姆斯 北部城市阿勒坡等戰況激烈 不時傳出爆炸聲 總統巴薩爾接受黎巴嫩真主黨 旗下電視台訪問時表示 收到第一批由俄羅斯提供的防空導彈 但是沒有透露當中是否包括 S-38防空導彈 S-38防空導彈是高性能的地對空飛彈 可以攻擊飛機和攔截導彈 一旦敘利亞部署S-38後 射程可以涵蓋以色列 而針對以色列早前多次凶襲敘利亞 制止黎巴嫩真主黨取得先進武器 巴薩爾警告如果以色列再次來犯 敘利亞政府軍會馬上反擊 另外新一輪敘利亞問題國際會議 下個月初在日內雅召開 巴薩爾說原則上願意派人出席 但和談成果必須通過公投 由敘利亞人民表決 不過敘利亞反對派組成家全國聯盟 表明拒絕出席 除非會議是以巴薩爾下台為前提 又要求國際社會介入 結束倫近黎巴嫩邊境城鎮古塞爾的戰火 古塞爾近期多次遭到政府軍空襲 造成數以百計反對派成員受傷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 請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